我捡的流浪狗竟然是一只狐狸 上个月我和马克捡了一只流浪狗 它叫小柴 昨天把小柴长得像狐狸的视频发布后 竟然有三千多万人帮小柴鉴定 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都认为小柴特别像狐狸 也有一部分人说小柴就是一只普通的狗狗 今天我又仔细对比了小柴和狐狸的特征 发现了很多新的相似之处 比如小柴和狐狸一样 都喜欢在狭小昏暗的洞穴中端来端去 还有六万的时候马克的狗绳被绕住以后 马克汇集的团团转 而小柴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开 说明小柴拥有和狐狸一样的智商 外形上小柴和狐狸也很相似 都有着瘦瘦的脸 同样竖起来的耳朵 还有胸前都有白色的胸毛 最重要的是我听说狐狸会狐臭 于是我好奇的闻了闻 通过这些相似之处 让我更加确信小柴就是一只狐狸 我决定明天带小柴去宠物医院鉴定一下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